嗨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 Twitch Bilibili 還有底石 扣 今天介紹的角色是登場於幽城幻劍路 但其實在神魔自尊傳第21幕神兵 四項老人秦維剛在四項門的藏寶寺中 有在中央處掛上風鈴聲的畫像 那個時候的下侯一看到完全沒有反應 畢竟是幽城 之後才出的也很正常 風鈴聲天賦 自身氣血100%的時候 法攻會提高8% 使用技能之後 為自身兩個內的友方 恢復氣血 恢復量為施數者法攻的0.4倍 也就是說 當風姐姐的法攻越高的時候 補的血量就越多 五內的部分 當你很歐抽到風鈴聲的時候 中路第一招的瞬煞神怡 馬上給我點下去就對了 此招可是唯一可以讓隊友在行動的神技 如果你想要神靈玉石的話 接著你就走下路拿 升聚靈陣以及餘溫這兩招 升聚靈陣是前期中期群體治療用的 不然就要等到55等的大招 神華天舞才有群體補招 但如果你想要加氣血的屬性的話 也是可以走上路 你也可以直接等到15等之後 先點下路的升聚靈陣之後 接著點上路的技能 魂石的部分 那大師目前建議是用 絲魔術師 這個魂石 主要的原因是 三枚擁有治療效果加20% 最後以上的點法請供參考 玩法有很多種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 Twitch Bilibili 還有Discord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掰掰